然后现在给了号码 走走走走走 啪啪啪啪 怎么讲 夯夯的 夯夯的 医生确诊了以后 打这个还有意义吗 我是什么东西 这个时间 按个订阅 你会发落我的吧 这个人有点多 我们以为零星几个人而言 看到了啦 你把它弄得好细 因为我来了以后也一脸懵 这里它真的好细 因为有太多太多单子了 现在是这样哦 然后这里你可以 你就自己拿这个的 也有分年岁的 要填这些一堆 人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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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多 好多我们 我怎么没在过这么多人的诊所 我怎么没在过这么多人的诊所 有点混乱 然后我们是5点37来的 拿了表以后就一直排队 排队的过程中把表填了 他走走走走走走走 拍拍拍拍拍一直排 排到我把我的资料 递给他的时候是6点12 就一直排 然后他们这里因为也没有什么做的 就 摇痛 然后现在给了号码 再等 叫到以后应该进去给医生 大概询问一下 然后再打 这样 没想到今天这么多人 我们刚看了一下 应该是看诊的 然后打第四季的 打第一季第二季第三季 还有流感疫苗的 全部都在一起 我刚刚超搞笑的 就是我们进去 然后医生会问我们上一季 打完以后是什么症 就是什么反应 那前面是一个小孩子 然后那个他的妈妈就跟他说 打完以后 怎么讲 哼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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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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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学了一个 然后来问我老公是什么 他那个 就是我们家人 他还要去看诊 对啊 哦 还有看诊 可以在一起 他现在那个 上面都是 B.A.4.0 是谁啊 是B.A.4.0 哦 好 要拍啊 嗯 我拍 对 好 B.A.4.0 哇 这没有闲 关闲 好 来吧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准当 打完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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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看一下 然后我刚超级狗秀了 我在里面那个医生看诊的时候嘛 然后我就 呃 他问我一些基本问题以后 然后他就问我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医生确诊了以后 就是确诊过 打这个还有意义吗 然后我老公还在旁边秀 然后医生就说 当然有啊 因为你确诊以后 你的抗体就最多是三个月 然后我说 诶 那刚好 街上 无缝链接 现在我也是 达过的 然后他要 呃 怎么讲 就是观察十五分钟嘛 然后因为旁边就是一个路易俠 我就 跑来路易俠坐了 有什么症状 变 变温柔 变好 我看了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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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哈哈 那你有什么症状 果果的 哈哈 今天是第二天了 我们昨天打完 坐了一会儿 在咖啡店 然后吃了个饭 回到家以后 大概已经就十点多了吧 回来以后 大概一会儿 就觉得我的手臂有点酸 然后我就睡觉的时候 我跟我老公都是 不能睡 打针的这边 就只能睡在另一边 然后这边就注意 不能压到他 只有手臂痛 他都没有 就是什么发烧啊 肌肉痛啊 乏力啊 还有什么 就都没有 完全都没有 我们两个就只有手臂痛 还不错吧 因为昨天不是真的等了很久吗 进去打的时候 就跟那个小护士聊一下 这个BA 针对BA4.5的加强剂 是不是才出来啊 我人家说不是 都已经出来很久了 我们才想才要打 也是为了要去美国 然后想说 在那边假如万一再中招 就是二度中招 你在台湾还好 但是在美国 你可能就还要看病什么的 就不要不要 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们就想说 把D4G打一打 原来这个已经出了一段时间了 打的人还蛮多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看了短短的影片 然后想起来 可以打D4G的话 大家可以打一下 我们两个都没有什么反应 然后我是第一次打莫德纳 因为我之前打的是AZ AZ BNT 也没有打过莫德纳 我是什么都打 还OK 还不错 第二天的都晚上了 没有任何反应 还OK 今天我看那个卫福部的那个 Live发的那个讯息 还一万多确诊的呢 所以还是有蛮多 还没确诊 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把D4G打一打 OK的 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然后预约我们昨天那家人 真的还蛮多的 就到时候可以考察一下 然后去一个人稍微爽一点的 真的等了很久 我觉得中间都不太想打了 都想走了 人家昨天医生还让我们回去好 就是多喝水好好休息呢 结果我昨天晚上追剧 追到三点 不好意思说 都熊猫眼了 平时都没看 就昨天看了一下 以上就是 张张跟我老公 去打了D4G疫苗的一个分享经历 那我觉得我们两个族群 应该还算是蛮特别的 可能不是很多 就是既确诊过 然后又打了D4G的疫苗 那其实本来我们是没有想要打的 刚好机缘巧合要去美国 才想说把D4G安排一下 那打完以后 我是觉得大家也可以安排一下 我们两个都说比通 所以还OK 我们是还可以 然后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说打过的没打过的 然后有什么症状 都可以分享 然后我们留言区讨论一下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里啦 记得要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叹叹叹叹 bye 结果 话说太早 啊我没事 你聊一下 有383哎 你发烧了 你好怕 莫德纳没有放过你 超过382.5要吃呀我 结果 我过了一会儿 啊哦 难受 后来 我也出现了症状 没发烧 但是打针的 左边腌下淋巴肿大 痛了两天 老公也吃了颗退烧药 两个人又变无敌猩猩了 嗯哼哼哼哼哼 嗯哼哼哼哼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